给您看一看 这就是潮南汕头的潮南区的 下面这种地 这种都感觉都是三四十年前的那种马路的宽度 这边好多了 这边好多了 好 来这个潮汕的朋友这个 这是第六层楼 对 六层楼 晚上在这吃烧烤 看看那个山景 哎呀 提升了 这是他们那老房子 这下边就这样穿着 如果不 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景区 要不弄的话就是这样的 老房子 你看这边第一台板子 这比后面要小嘛 造型就会小一点 对 面积就小哈 肯定是你们这也是一种规划的 都无需的能量这样 然后这周边这都是什么的 我来分的电影盖的 也不少 后面那家的刚开始打电影机嘛 嗯 现在已经打电影机 嗯 这一片是前两年才规划呢 改建了嘛 现在不能改建了嘛 那边也是老房子 改建了 哎 那小狗好像在叫了 嗯 这边 问题像不建那种土楼嘛 这就更老了 这已经更少人住了 这边为什么不可以改建 是因为这里靠近这种土楼嘛 以前规定是说不能比 这里面高嘛 那个墙的高度嘛 所以一直被改建了 后来才去 他这个房屋 它跟你那边不一样吗 跟你那边那个老房 不一样 可是这里是很老很老的 一百米嘛 你也已经住这边嘛 那一块 现在基本上没人住 那位楼 这里也改建不了 因为场群太复杂了 一样想斗工的话 要很多人围过来 这边啊 这就很像 不见那种土楼嘛 嗯嗯 随你有集体式嘛 大家都是在一起 这都是围墙嘛 围过去 旋路 这两个门 这一个门 那一个门 这很古老的建筑风格 都这样子 两个门 最老的 一百年以上了 潮汕特色炒饭 猪耳大肠 配粥 还有其他的鱼什么的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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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甲是吧 炒花甲是吧 炒饭厕厕 哎 我上了 这叫什么 鸡毛菜 这边是肉片 肉片蔬菜汤 你看 这就是 他们这儿的黄氏祠堂 黄氏 黄氏祖祠 非常的 非常的 美 特别漂亮 高端 这个 它当地特别 信这些东西 哎呀 还有市场人超多 走一块 这什么 手打 柠檬 两英国无聊 这是一家网红店 reduces 有所谓的 有空中业的 其中可以 手打 手打 有 美 美 香 没有 有 这是两阴阵是吧 两阴阵 我这个打一下包就可以了 这个打包就可以了 这没加糖 可以加的 对不加的 可以 两阴子 不怕我还得 不错不错 这谁烫 好谢谢 在这一个小市场这儿 这是朝南 这有一只 这也不叫白鹿 不知道这是什么鸟 可能 就在这里这一只 它应该是垒鱼的 必须保持静止 那种静止状态下 没有完全没有动 没有表情 拍不到我 环境还不错 小环境还不错 保持一致 潮南 这边叫神仙礼 这边 这就是秋场 那里 已经都五点多钟了 所以 来这看一下 山脚下 我还挺向往的 这种的 这回出来 我好像 基本上都没有到这个大山这里 就是来的 就是在 基本都是在城市里头 这海囊住逛了吧 就喜欢这种田园森 比较喜欢大山嘛 那海 看的太多了 喜欢那种 大山深处的感觉 小时候没有体验过 荡秋千 这还真是很少有体验 体验一下 来一下 走这 小时候没玩过 现在补上这一刻 哎 不错 汕头最后一顿 他又是吃那个了 我这个朋友他们都不想吃 就爱吃这个 他这是套餐 多少钱套餐 可能还是套餐 两人份 按两人份 那么少 我怎么说 我怎么说 本地话 这什么叫 凶头 凶头肉 尝一下这个 推荐 它就是 都不完全像肥肉 它就是那个 那个 有点像那种 这最好吃 很棒 今天那个 已经来到机场了 今天从汕头机场飞回北京了 广东两个月行就结束了 回去看看,好好干端吧 出来了,到这个南昌要中转 要拿东西出站,然后再中转 行,我们去取东西 从南昌机场出发,坐江西航空 回那个北北京 中转